许姓骑士死亡 还有一位正姓远警受伤送医 另外有24台机车全毁 那么三重客运澄清 司机都没有超时工作 但是这一位照射驾驶的确 有精神不济的情况 劳工局也要启动机查 最高可以开罚100万 一位许姓骑士 他是坐在机车上 结果被撞上卷入命丧轮下 还有一位正姓远警 在执行当中被波及 他的脊椎腰还有颈部都受伤 但是他不顾自己的伤势 赶紧回报 而所有的募集民众心有余悸 因为跟死神擦身而过 也由于现在是立法院开议的期间 要压的立委必须要经过立院的同意 上午透过了朝野协商 立院做出了决定 同意三个人还压看守所 这也创下了宪政史上首次记录 凤山区凌晨发生了 惊悚的街头砍杀事件 双方疑似是为了债务纠纷 先约在前建区来谈判 不过后来演变成了追逐砍人 其中我一个人头部受伤 鲜血直流 而另外一位男子手臂遭砍 还一度冲进了卖场求救 在过程当中 肇事驾驶看到了警方到场 横冲直撞 还撞倒了三台机车 警方到场处理 发现三辆轿车玻璃 全部都被砸碎 第一时间居然大喊快把车开回去 十分钟内快速清理现场 警方坦诚没有请交通队来调查 处理流程 确实有瑕疵 当时政府就要全面征用国产医疗口罩 业者很担心这样的政策太过仓促 而且一旦双刚硬上路之后 民众不满旧版口罩了 到时候价格又要崩跌 而钥匙则说 因为招令系改 民众担心征用期会延长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抢购的情况 像是上个礼拜每天卖出了50盒 而这周已经增加到70盒 还有现在甚至传出政府请加力公司 重新赶工生产口罩 不过经济部驳斥 说这事不实谣言 台北市有一位黄姓男子 在新一区夜店和其他酒客爆发冲突 宴店安管把他请到店外 没有想到在店门口继续打起来 20位酒客互相叫嚣推挤 警方到场之后 喷辣椒水还晾井棍来强势执法 但是事后动手的男子 却指控警方在执法的过程中 把他的腿给打断了 警方今天上午也出面表示 会再做后续的调查 好